第36题,阿兰和阿雅打工搬货物,阿兰在5秒内将15公斤重的物体等速度搬到1.5公尺高的货架上,阿雅在8秒内将20公斤重的物体等速度搬到1.5公尺高的货架上,则两人所做的工及功率大小的比较,下列何者正确? 我们晓得做工的做法是力量乘位移,那么我们的阿兰搬了15公斤重的东西,所以要施力15公斤重,应该要换成牛顿乘以基质,还要去搬到高度1.5公尺,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要搬1.5公尺高,而且我们的基质都一样,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算的算出来,把它当做A就可以了,所以呢,我们的阿兰的做工呢,就是15A胶儿。 那么我们的阿兰呢,它搬的是20公斤重的东西,那么也要乘以所谓的基质,也要乘以我位移1.5公尺,也是刚才所说的A,所以它做的工呢,就是20A胶儿。 所以我们发现呢,我们做工的大小呢,是我们的阿兰会大于我们的阿兰,而功率呢,功率就是花了多少时间做工会有多少,P等于T分之一。 那我们的阿兰呢,做了15A的工,那花了时间呢,是5秒钟,所以呢,它的功率呢,是3A瓦特,而我们的阿兰呢,它做了20A胶儿的工,它花了8秒钟,所以它出来的做工的功率呢,是2.5A瓦特。 所以我们发现,做工的功率呢,是阿兰大于阿兰,所以做工的大小是阿兰大于阿兰,而做工的大小是阿兰大于阿兰,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,这两人所做的工及功率大小比较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阿兰做工较多,功率较小。